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消灭不合理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建立起一种人间天国了 所以通过革命建立人间天国 渐渐的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很温和的一种理想呢 到了农民起义者那里呢 就变成一种激进的理论了 相反表面上比较激进的马丁路德 他在政治上呢却比较保守 因为路德呢对于农民的态度呢 是采取同情的态度 但是他不主张农民通过革命的手段 来触犯原有的世俗的机构 因为路德认为呢 世俗的政府呢应该逞而扬善 它是一定的社会规则 它不允许人来破坏 那么那些官员的那些权利 或者那个皇帝的那些权利 他直接来自于神 所以呢不能允许农民通过革命的手段 那改变社会秩序 所以呢路德呢应该说 宗教上呢才是比较激进的 但在政治上呢是比较保守的 而人文主义者呢是一个很温和的东西 但是呢他有个人间天国的概念 结果呢却激发了那个激进派啊 通过革命的手那个手段 来建立人间天国的这样一种理想 那么这样一种理想呢 到最后呢就涉及到一个新的课题 所谓的新的课题呢就是路德和德国农民的关系 我们知道呢在德国爆发过一场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他的时间呢是1524年到1526年 大概是两年吧 大概有十万个农民起义军啊 十万个农民起义者 他们呢掀起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 那么这个农民起义具有近代的性质 因为呢他要建立是农民的人民共和国 那么后来他的领袖呢 是一个叫明彩尔的那个神学教 那么明彩尔呢起先也和路德那个是走得很近的 后来由于观点不同了就分离了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导致了一种路德对于农民战争的看法 那么路德对于农民战争怎么看呢 路德起先是很同情的 农民呢就提出一个纲领叫做十二条款 里面呢要把根据圣经送的一些记者呢 要统治者呢还给农民自由 给他们一些权利 那么这个时候呢路德是写了文章的 路德非常同情农民 路德说呢你们有些观点是对的 然后你们呢也要克制 但是路德不主张用革命的手段 到最后呢路德甚至就是反对农民 路德说到处都是杀人放火 那些农民呢经常干的是破坏的事情 所以路德站到贵族的立场上 要求贵族呢去消灭农民 那么这样一个做法呢 路德就走向人民运动反面去了 那么这只是表面的现象 那么实质上呢是路德的那个信仰 和农民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农民的信仰有个很明确的目的 就是通过革命的手段 消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 被农民起义称为是反基督者 最后的目的是建立由人民自己掌权的 人民的共和国 路德的思想没走得那么远 路德的思想就是说 宗教上是可以改革的 但是人间呢应该维持人间的次序 那么农民起义呢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呢 就是我谈的那一套东西 都是神学的东西 被农民用来那个进行现实的 为世俗的目的服务 比如说我谈的这是人怎么得救的问题 到了农民那里 人们就是说 根据圣经我们应该争取我们的权利 我们应该得到减掉一些租税 我们应该废除农路质 那那个问题呢 特别路德认为 这是用神的那个神圣的东西 去为世俗的经济利益服务 那么路德这件事非常不满的 第二个情况就是最稳定的看法 路德认为你这样一样把次序都反对掉了 那么结果呢 社会就会出现紊乱 而路德呢 对于现实的那个世俗社会呢 路德是非常坚持的 所以呢路德最后呢走向反面 那么第三个情况呢 就是对最后的结果 因为路德也很清楚知道 人民最后要做的是 要建立人民的自己的共和国 这样一种思想 路德想都不敢想 所以呢我们看呢 尽管在路德呢 在宗教改革里面呢 具有很大的把欧洲社会 向近代社会推进的正面的作用 但是路德呢 在具体的社会政治斗争里面呢 路德还是保守的 像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 路德呢 是把圣律变成了普通人 变成了老百姓 又把老百姓呢 变成圣律 所以呢路德在这样做的情况下呢 路德呢 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 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课呢 主要是讲路德什么 讲路德的一个教义 音信称义 然后我们谈到他的后果 谈到后果呢 我们就谈到了 他和那个人文主义的区别 以及他和那个真正的革命者 德国农民战争的起义者之间的区别 那么说到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呢 我们当然就讲到了马丁路德 对于社会这些看法 因为宗教改革呢 他对政治会产生影响 当然他对社会也会产生影响 那么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这种影响呢 按照经典作家的说法呢 就是路德想把那个圣律变成熟人 但是路德还是想把熟人变成圣律 那么按照社会学家 马克斯·微博的说法呢 那么就是说路德提出的一种天职观念 英文叫Coring 就是每个人都要服从他自己的职业 那么做好自己的事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 那么所以呢 关于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的那个关系呢 不仅引起了那个政治家的关注 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 所以呢 宗教改革的社会学的理论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个领域 那么我们就来讲讲路德和社会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做很多事情呢 它都是有一个事件与结构的关系 我们说呢 结构它既有限制世界发展 又有促进世界发展的这样一种功能 世界它又反过来影响结构 也就是说宗教改革发生成什么样子 它为什么会爆发 它又能够爆发到什么程度 这都是由结构决定的 但是宗教改革本身 它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件 它也能改变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主要就是一个路德于社会的问题 同时也就是一个宗教改革这个事件 和整个怎么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马丁路德的东西呢 是比较难以理解 因为它是个圣旅 它本质上不是个社会里的人 但宗教改革呢 又是个社会运动 因为参加者不仅有知识分子 有圣旅 那么还有人文主义者 还有那个农民 还有市民 所以它根本上它就是个社会运动 我们在这里呢 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路德的社会观要点是什么 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 今天能够讲清楚就不错了 就是路德的社会观的基本要点是什么 路德的基本的社会观 实际上就是做一个有信仰的好公民 这句话千万要记住 路德对人有什么期望啊 社会上社会观上有什么期望啊 就这么一句话 就是要做一个有信仰的好公民 这就是他的要求 很简单 路德要求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这个好的基督徒 同时一个好的公民 这就有两个目的心了 一个目的就是说 他灵魂上是个很谦诚的基督教徒 他直接归耶稣所领导 他在社会上 他又是一个品德非常好的 有道德的良好的公民 也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人 基督徒是什么呢 基督徒就是一个有信仰的好公民 这就是路德的社会观的基本的宗旨 也就是他的目标 这样一来呢 路德的宗教改革呢 实际上就是把基督徒重新放到了社会里去 所以路德的基督徒呢 是一个不脱离社会的基督徒 不是修道远离的引修士 不是那个远离社会的 而是一个什么 而是一个社会之中的基督徒 正因为这样呢 经典主教才说 说路德把圣旅变成了俗人 说这点上就是路德的宗教改革 有把圣旅重新放回到社会里去的 那样一个作用 那么经典主教还说一句话 就是又把俗人变成了圣旅 那对于理解怎么把俗人变成了圣旅呢 就是路德建立起什么 建立起每个人直接和上帝进行沟通的机制 说每个人不必跑到教堂里去 才能和神沟通 每个人可以通过祈祷 可以祈祷直接和神沟通 所以这个意思上呢 路德就把俗人也变成圣旅 但是真正是不是真正做到了 把俗人都变成圣旅呢 路德并没有完全做到 是不是都把圣旅变成俗人了呢 路德大概也做不到 路德能做到的一个标准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标准 就是要做一个有信仰的好公民 这就是路德的社会观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是有信仰的好公民呢 标准究竟如何来下呢 那么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 路德所谓的好公民 第一点就是叫做自由的人 好公民怎么做 首先就是好公民是自由的 自由的人 英文叫做freeman 你既然是一个自由的好公民 你就应该是个自由人 那你就不能是奴隶 你就不是那种被控制的人 如果你是个奴隶 你就被人控制 那你就不大像一个公民 公民就是有公民的尊严 有身份 有地位 他对政府而言 他是个人民 他是个成名 他是个公民 所以路德的那个 做一个有信仰的好公民的说法呢 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奴隶制 废除了奴隶制 要求的是个自由人 他不希望把人被控制的 这就是说路德要求的好公民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是自由的 这种自由的概念 首先就是反等级的 路德反对宗教上的等级 反对说 有这么一个等级关系 反对说 对上面的人是 最最中心的 他是神 然后就是天使 然后就是圣徒 然后就是教会 神职人员 然后就是一般的基督徒 然后就是不信教的人 然后就是那个异教徒 路德不这么看 路德人与人之间 不是通过等级 来和神接近的 而是每个人直接和神接近 那么每个人和神接近的距离 每个人是一样的 这样一来呢 人在信仰问题上 完全是自由的 那么人在社会问题上 也是反等级的 这就是路德的职业观 路德认为人与人之间 只是分工的不同 我是当神职人员的 我是一个教授 我是一个圣女 我是一个教士 这只是我的工作 那么其他人 比如说你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 那么或者你是当士兵的 或者你是经双的 那也是你的职业 所以路德在这个方面呢 路德的自由概念里面呢 其实还隐含着一种平等的概念 这我们以后要谈 路德的那个第二个当好公民的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 路德要人呢服从三个等级 三种次序 哪三种次序呢 就是说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教会 一个是国家 路德说什么是好公民呢 就是家里是个好的家庭的成员 不管你是一个父亲 你是个丈夫 还是个你的妻子 你一定要做家里的好的成员 不要做家里的破坏分子 所以好的家庭呢 就是你要做一个家庭的好的成员 另外呢 你要作为一个教会的好的教徒 你参加基督教会 那你要做好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个假的基督徒 所以呢 路德还说 你应该成为一个好的良民 你既然是国家的一员 你就应该是一个好的公民 你不是一个坏的公民 所以路德的那个好公民的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路德希望一个人 无论是在家庭里 还是在教会里 还是在国家里 他都要成为一个好人 成为一个好丈夫 好公民 好基督徒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路德的好公民的第二层含义 这里面有没有服从关系呢 在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三个等级啊 三个次序啊 它基本上是平行的 也就是说呢 你作为一个家庭 那你家庭里做好成员 并不是说你是 像中国过去所说的那个叫做 修身 然后养性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不是纵向的 而是人做家庭的关系 教会的关系 国家的关系 都是平行的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路德在这里呢 觉得这三种关系非常重要 但是这三个关系 却是横向的 这是他说的 好公民的服从三种秩序 但是这里面 有没有一种服从关系呢 那也是有的 比如说路德认为 家庭都要做个好成员 但他关于妇女的一些论述里面呢 路德实际上还是认为 男真女卑的 还是希望那个妻子服从丈夫的 小孩服从爸爸的 所以这个方面呢 他也不能免赎 那么路德要能做好公民的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要能做事情负责 路德什么叫能做事情负责呢 就是对你所从事的工作 你一定要负责 路德不喜欢人懒惰 要能很勤奋 不喜欢懒惰的人 不喜欢脱懒的人 要能勤奋工作 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现在路德的全集 大概已经出到了七十多卷 一个人每天这么写 怎么能写七十多大卷呢 因为他本来很勤奋 他也要求能很勤奋 他认为一个人勤奋 才是能在履行自己的天职 路德的天子观是很有趣的 天子观不是因为你从事的职业神圣 你就是神圣的职业 比如你当一个神职人员 那你说我是一个神圣的人 我的职业是神圣的 路德的天子观是说 每一种职业都是神圣的 这一点上路德的巨大的一个改造呢 就是路德把以前关于神圣的 宗教的职业是神圣的呢 这个看法呢 扩大到每一种职业 就是说你当老师也是你的天职 你当工人也是你的天职 你当士兵也是你的天职 你当教师也是你的天职 天职是什么呢 天职这个词叫Colin Colin就是富裕的关系 富裕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是蒙神所召唤的 你的职业是蒙神所召唤的 是神给你的一种天职 你是直接这个职业 直接从神那里来的 那么职业观一来呢 就把那个各种职位 在本质上就是平等的了 所以呢路德的这个天职观的一个要点 也就是好功能的要点 就是你必须履行你的天职 既然你的职位是上帝给的 那也是神圣的 那你必须好好做好它 不要偷懒 不管你做什么事 你不要搞破坏 你要把它做好 这很重要 这里面就是一个社会学的角色问题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你要尽量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按照我们说呢 既然你现在的那个职务 是上帝给你安排好的 那么社会又是有分工的 有专业的 那么你就一定要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假如你是教书的 那你把书教好 假如你当士兵的 那你就把士兵当好 那么社会工作的很勤奋 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呢 仅仅做到这一点呢 还不一定是好公民 所以路德呢 提出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你还是国家的一员 好公民一定是国家的一员 也就是良民 所以路德的思想里面呢 有一点很奇怪的爱国主义思想 我们说路德这个人 怎么是爱国主义呢 是不是因为他翻译了圣经 他就爱国了 他提高了德语的标准 他就爱国了 当然我们可以从大的方面来看 大的方面来看 路德就是提倡一种民主教会 路德切开了 切断了那个罗马教廷 干涉世俗事物的这样一种关系 路德搞了政教应该分开的 这样一种神学 这一点上路德是很帮了 那个国家的忙 所以说路德的是个爱国主义者呢 这一点也不过分 所以路德的第一个说他是爱国主义者呢 因为他提倡的是民主教会 而不是国际性的这样一种罗马教廷 那么路德说他是爱国主义呢 他还是一个德国的传统的继承者 德国的传统这件事说起来就远了 因为我说德国人有一种热曼人的传统 那么热曼人的传统呢 就热曼人里面呢 有一种蛇吞象的那个现象 什么叫蛇吞象呢 就是说在那个就是弱小的动物 他可能是个蛇 但是他可以把一个象给吞了 那么在热曼的历史上呢 罗马帝国是很强大的 那么罗马人把周边的那些民族 热曼人呢称作满族的 满族就是野蛮的民族 文化不发达的民族 那个比较落后的民族 所以那些热曼人呢 最后呢却消灭了罗马帝国 他们成了那个欧洲的真正的主人 所以呢 热曼人那个消化了这样一个大的帝国呢 他就消化不良 他没有办法来统治 结果热曼人用什么办法呢 热曼人用的就是血缘制 就搞了封建制度 搞了封建制度呢 就是我是你的领主 你是我的附庸 把一个罗马帝国这样公共的权利呢 就变成一种私有化的领主附庸制度 这就是欧洲类型的封建制度 所以我们说呢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做法呢 我们说蛇吞象 马丁木特其实也一样 马丁木特继承了这种精神 他也搞了一个蛇吞象 他把那个罗马 统一的罗马教会给分裂了 结果呢 他就变成一个个小的教派 小的教派办起来以后呢 也不可能再恢复到 以前的那个一统的 这样一个天主教会里面去了 那么热曼人呢 他征服了罗马帝国以后呢 他就感到很自卑 他就感到文化上不如人家 自己又占了那么重要的位置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就出现了 那个热曼人的一些故事 热曼人有一些神话 热曼人的里面一个神话呢 是北欧的一个神话 所以有一个精灵叫米歇尔 这个米歇尔呢 是个兽气包的形象 他老受人家欺负 然后那个米歇尔森林中的 那个精灵呢 老是受气 米歇尔是个巨人 但是人家都比较强 一天到晚欺负他 他就受气包 这就是米歇尔 那么然后呢 在那个德国历史里面 后来又出现一个新的形象 这个形象呢 叫做福士德的形象 福士德的形象 就不是一个受气包的形象 而是把自己灵魂 用魔鬼交换 然后得到世俗的一个利益的 这样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福士德的形象 马丁路德呢 又树立了马丁路德形象 如果说那个米歇尔的形象 是个反面的形象的话呢 那个米歇尔是个繁体的话呢 那么那个福士德形象呢 反过来说 假如那个米歇尔形象 是热曼人的本质 是个正体的话呢 那么那个米歇尔形象呢 就是一个繁体的形象 一个正的一个反的 那么马丁路德的形象呢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合起来的形象 所以从正义点上说呢 马丁路德实际上是恢复了 热曼人的很多传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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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